其实我想问泽汉是说你红与不红,因为有一个去年就还不算红,到今年就是非常红了。 那么这个心态变化法,就是你自己的感觉,外界的压力,怎么会有点好呢? 呃,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影响是在你这个生活当中的自由度, 还有就是说,一种自我约束上会更加的有影响, 对自我的改变倒是没有那么的大,只不过就是说你会获得更多人的关注, 你在一言一行上,就像平时,刚刚讲的一些开玩笑的例子, 都会忍不住有人闲,就是告诉自己,哦,我话不能说。 对,这话不能说,然后呢,我现在就是要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是正面的影响, 正能量的东西去传递给所谓关注我的人,我觉得影响在这儿。 对,其实对自我来说就是,我还是很热爱运动,还是很热爱我的工作, 还是会去继续努力奋斗,这个跟我之前没有太大的区别。 对更多的是,刚刚说,对你来说,红最大的好,是不是? 因为我问过一些人,他们说,可以让更多剧本来找我呀, 更多的大找点,会青睐我,对你来说就是,我觉得说的没什么问题。 这是一方面,但是与此同时,就是这个, 红带来的这个压力,你有没有感受得到? 感受到。 那你有怎么面对这个压力? 所以我之前在面对这个压力的时候,其实我一直没有特别好的出口,和特别好的一个解决办法,直到这段时间我看到了我的新角色。 我终于可以投入到我演员的工作,然后本职工作,然后去好好的去创作我的新的角色。 而且我看到我新的角色很多的闪光点和发现的点,或者它不一样的东西,我可以赋予它的。 我觉得这个时候我是很开心的,我觉得好像就是,新的角色好像就是给你,就下一个目标和下一个进程有一个新的希望。 然后你看到这个新的希望的时候呢,我的生活好像又充满了斗志。 你跳出来的。 对对对对。 那能不能透露一下新的角色和你俩有没有? 区别? 区别非常大。 就因为区别很大。 很高兴。